北京时间2023年7月12号90 朱雀2号摇二运载火箭 在中国九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 按程序完成了飞行任务 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朱雀2号是中国第一型液氧甲烷运载火箭 目前液氧甲烷技术被看作航天新宠 在世界范围内吸引了大量商业航天企业进行研制 其中也包括不久前引发广泛关注的SpaceX 此次发射标志着朱雀2号摇二火箭 成为了世界首个成功入轨发射的液氧甲烷火箭 我们实现了世界第一次液氧甲烷推运机的 重大型液体火箭的成功入轨 它在世界的航天史上会留下它自己的位置 第二就是它其实也标志着中国的商业火箭企业 走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张昌武介绍 当下正是低轨卫星互联网爆发的时代 对于运载火箭的经济性和可重复使用的性能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而液氧甲烷可以带来更低的成本和更优的性能 第一甲烷是一个非常容易获取的 非常工业化的一个化学品 所以对于未来我们批量化发射的这个过程 推进机的成本就可以做到可控 第二液氧甲烷在未来我们火箭回收复用的过程中 它的结胶基碳的特点不明显 所以有利于我们火箭回收过程中发动机的修复 包括火箭舰体的修复 这样一些需求的满足 液氧甲烷的性能也非常的突出 有利于我们推出一款更大运载规模 更高比充并且价格更低的全服用的火箭 此前SpaceX兴建重型运在火箭发射失利 引发广泛讨论 作为同样专注于液氧甲烷技术的企业 朱雀二号摇一火箭也曾经历过失败 对此张昌武认为 这是新技术发展的必经之路 我们回顾过去两年里面 所有液氧甲烷火箭的发射 朱雀二号的摇耳火箭 是第一次取得了发射成功 这个过程是一款新型推进器 支撑火箭开发过程中的一个必须走过的路 我们准备通过三次实验飞行 来取得我们制纪性产品的飞行成功 从而验证方案的可行性 在第二次飞行的过程中 我们就取得了成功 其实比我们预想的还是快了一些 在这个新建开发的过程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 它经历了大型的失败 这个失败是要打上双引号的 作为同业来去看 这是它技术积累 必须经历一个过程 而且是非常宝贵的一个过程 而且这个过程中会积累很多 非常宝贵的 在你成功的时候 你获取不到的 关于这个产品的边界 在哪里的一些相关的信息 张昌武指出 液氧甲烷火箭的动力系统 和结构控制电器 都是全新研发 因此必然会经历一系列失败 才会走向成功 如今虽然到达成功 但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于一型火箭来讲 它是要通过多发 甚至要到十发的 持续的可行性的积累 我们才能讲 这一型火箭 是一款成熟的 可靠的 可持续的火箭 中国的商业火箭企业 其实还很年轻 但是围绕下一代的 燕阳甲烷的火箭 及发动机系统 我们其实已经站在了 第一梯队的 这样一个 比较有利的位置上面 经过未来五年 我们持续的开发 其实中国的商业火箭企业 完全有能力去对齐 CypistX-09这一代 产品的一个综合能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